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纳他也做了一个所谓的 他说就是问这些大人 他说你的现在的朋友跟你 这个是哪一方面比较最接近 我们就看见这个 白人是交白人朋友 这一个亚洲人就跟亚洲人的朋友最多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接着呢 社会的成就是另外一个 大家都是这一个 所谓的这种中等的 或者是中上的这一个社会成就 你这样想想看你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很多的都是跟你类似的 就是也是中国人 也许是工程师也许是怎么样 同样的生命的同一个阶段 孩子大概的年龄是一样的 可是呢 青少年的他们的交友呢 就完全跟这个爸爸妈妈不一样 那这包括我们的孩子 这81%的当他做这个同样的这个报告 这个调查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 这一些是这个从25岁以下的 这个或者是这个2000年之后生的呢 他们竟然81%的他们的朋友呢 跟他的背景 没有什么太大的非常的不一样 甚至63%的年轻人喜欢跟他们不同的人在一起 这一个就很特别了 甚至他们也觉得有一半以上觉得这一个 这没有什么 我的朋友跟我不一样 我的朋友是这个印度人 我打球的是黑人 这个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 韩国人女孩子各个民族的白人等等 当然这一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大熔炉 是这样子 可是的确没有错 这一个在北美的话这个青少年呢 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朋友呢 的不同是他们喜欢的 而且呢 他们都他会说80%的会说 我的朋友群对我的自我感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他们的家庭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我提到这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常常会说 为什么他我们的孩子 盼望是他能够交几个这个亚洲人的朋友 可是 they don't care 这个是 这个 交不同种族的 不同背景的 所以这个 不同职业的 甚至 这一个他们 是不信的 或者是 还有的就是 他们在这个 这个 两性观念里面 他们这个 完全是这个 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 当我们发现到说 他们的朋友中间 我们 有一个是 有一个是谁是同性恋的 那我们就说 我们对孩子说 你们都知道吗 他说都知道啊 那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讲 我们就知道 你们的这个 会觉得奇怪 跟你讲做什么 这个 所以 我们的孩子 的确跟我们 在交朋友这些事情上 是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 百分之九十的 几乎几乎九十的 在十三岁到十九岁 他们的朋友 是来自这个 这个 在学校 课外的活动 运动队 当 父母亲把孩子 带到教会的时候 而且是常常去参加教会的 活动的 这个百分之 这一个 朋友 有共同信仰的 就可以增加到这个三倍 这是 那当然你 你会说 如果的爸爸妈妈 不到教会去 不结交教会的朋友 有共同信仰的 孩子 也不会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也提到的 这个 老师们提到 自己 家长不亲近神的话 或者是没有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 religious 或者这种信仰的 这一个 迫切的话 不认真的话 这一个 那孩子 也同样的 他也很难 有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 有没有朋友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的孩子 也很难有 这是在 那为什么我们 在关心孩子有这个朋友 因为呢 孩子有这个亲密的朋友 会使孩子更坚强 这个是澳洲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 做的报告 这一个 如果这个孩子 至少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 他的 彼此的这种 信任 朋友的沟通的 这个 这个技能 还有被欺负的 从被欺负 而恢复的 他会更坚强 那这个英文的名字 其实叫做resilient 同样的他也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孩子有好的朋友 不但是在他的身心灵 会更健壮 他的社交的这个 也能力也会增加 也会沟通 然后就是被欺负了 或者是遭遇这个所谓歧视 被歧视 他也容易能够恢复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过去这样讲讲讲 我就在讲学术界里面 他们也做了这样的报告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讲的 其实都是 就是有理 不是只是有理而已 而且是 这个圣经的根据也给我们 也有 所以这个至少 有一个孩子 帮助孩子能够有这个 有一个 好朋友 并不是要很多 但是也好 这个要有 我知道在这个过去这一年 有很多人关心孩子 但是我们的这个网瘾 包括忧郁症 当然忧郁症的话就是更严重的 这个是 然后 这个报告里面 他也是说 当他有一个好的朋友 这个忧郁症的 也能够减少 这个 而不是说这个 这个 相反的就是说 孩子有忧郁症的 然后你要 给他的是 你去交一个朋友 所以这个 父母亲 能够在 从小 就能够帮助孩子 来这个学习 交朋友 也用这个 acronym 然后我这个就用 用这个三个 这个 三个这个 字母 英文的就是叫做 PAL 就是 就是朋友 好朋友的 这个 你如果用这个叫 PayPal 那你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 这个PAL 这个意思就是朋友 然后 这个 我就用他 借用他这个P 来提醒 第一个是 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确实要为孩子 有这个敬虔的朋友 有好朋友 这个是我们需要 成为我们的祷告里面 这个 来常常的不要忘记 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家长 他们也 都说 我们需要为孩子 未来的 这个 一生的伴侣 祷告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也是 对的 可是 很多的家长 我们就忘记了 这一个 为他们有孩子 为孩子的朋友 来祷告 我们忽略这个 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P 然后就是 要Prepare 这个是要教导的 沟通的技能 怎么样来的 关心别人 然后这个 怎么样来跟人家 来分享 这个从小小的年纪 就是这样 你会看到有孩子 很多的孩子 这个 我自己不是这种 儿童成长的 这种 学这一 这个专业 专门的 专业的 可是 关系的处理 从小孩子 从他的个性里面 怎么样 就从小就要塑造 而且呢 我们常常需要 还要去Practice 这个就是 要操练 我们 我们 我跟我的孩子 就是这个 至少 我们就是 你们要别人 怎么样 带你们 你们就是要 怎么样 带别人 这 包括从孩子们 的朋友来之前 我们就预备 我们也是刻意的 常常也要孩子们 或许你会说 我们家的这个 这个条件或者是 空间比较多 或怎么样 我们就常说 你好不好 你来邀请你的朋友来 我来让你来做主 你想要怎么样 你安排怎么样 你安排怎么样 学习就从小 就从 就是能够做host 能够做主人 然后来 关心 来分配 然后来思考 他孩子 朋友的 喜欢吃什么 你们想做什么 让他来安排 这个是 P的这个 的第一个 当然 这个 圣经里面 给我们这个 一些很好的定义 这什么叫好朋友 你或许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好朋友 这个 牧师把他放到好多狗在这里 这就是很有意思 这个 你如果在google上去search good friend 跑出来的 跑出来的 或至少先跑出来的 都是这个宠物 这很有意思 这个 我们现在就 特别是讲到 my best friend is my dog 这个 这个 我把他放在这里 当然是幽默 可是我们 确实是没有 告诉我们的孩子 什么是圣经的定义 什么是真正的好朋友 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或许 常常就是这样 你那个朋友不好 可是我们忘了就跟他讲说 哪一种朋友是好 那自同道合的是一个 能够同心的 你能够相信 信赖的 你讲什么 他没有 能够为你保密的 他也尊重你 你也得要尊重他 当然这个都是互相的 最重要的 他也是彼此能够帮助 而且是诚恳的 真实的 不是只是 这一个 Yes 你要是 Yes friend 而是 他能够 也能够提出来 告诉你 No 这个不好 这个 当然我们 最重要的也是 告诉孩子 这一个 就主耶稣他说的 我们最好的朋友 那就是 能够为彼此 然后为对朋友来牺牲的 能够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好 接着呢 我们也是需要来操练 的确呢 孩子的交友里面 他一定会有的是 他会被接纳 然后他们一定会经历到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被dump 被这个抛弃了 这个的确呢 在孩子尤其在这个 这个在初中 小学后 这个五六年级以后 他们就觉得这个 朋友 这个 不理他了 然后我们的也是做家长的 也都是要帮助孩子 同样的 面对 这一个不但是 你不是 别人要来接受你 你也接受别人 同样的也是 我孩子在做什么 然后也能够帮助孩子 从小呢就开始 评估 那你这个朋友是好朋友 还有 你 是不是都是你要做他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 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意见 那同样的这个就是在这里 然后 然后 当然也是最后的就是L的这个部分 那这也是 你是你来带头 或者是你是 都是在跟随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我们从 我们从一个大人的 有经验的 我们能够观察得到 谁在影响谁 那我们也可以决定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是做带头的 我最近 然后这个 又跟这个 我主日学的这些朋友们 连在 在一起 在网上这个群里面 然后他们就有人讲说 你那时候就是 都是在带头 我们都要听你的 那每一个孩子不一样 可是 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 然后说 You don't have to 然后 你怎么样 你也觉得 这一个是值不值得 那当然 这个朋友 的确 一定也说 我喜不喜欢 有没有爱情 那这个是在异性的朋友 那这个 这个朋友对你忠不忠实 许多父母最大的 这个 这个 难题 然后 这个朋友 影不影响 他的孩子的习惯 价值观 等等 我是觉得 最近真的是好多父母来分享说 这个孩子没有朋友怎么办这件事情 我们成年人也都离不开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 我几位老师肯定都有很多好朋友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 确实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朋友的这种的支持 帮助 特别现在这么一个世界化的生活 就是通常我们都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长辈都离得很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挑战都是需要跟朋友 教会里的朋友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所以呢 在这个朋友上面呢 我觉得很多父母已经意识到了 发现我们好像孩子们比较难 就是说他们这一代人开始交朋友 并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更容易建立那种信任 因为这个也许是在美国这种更加多元的文化里面 你要想找到跟你真的是可以信赖 好像刚才李牧师说的那种非常可以信赖 而且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 他可以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一个好的朋友必定是要感情深到一个这个程度 就是互相的这种信赖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美国好像就像那个李牧师最开始说 大家都很友好 可是就是仅此而已 那真正的没有人会会告诉你你哪里做的不对 你有什么成长的空间 除非你生命当中有跟你非常好的这个信任的关系才行 那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个C.S. Lewis 他有一本书叫做四种爱 那其中呢他就把友谊写的非常非常的透彻 那这个友谊呢是超越了这种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友情 这种情意识可能是伴随你终生并且对你生命 对你的爱好对你的人生价值 甚至你的人生走向都能够产生帮助 所以友谊这个这个词真的是探讨进去的话 是非常深刻的一种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教导 确实是要教导 孩子们他们在年幼的时候通常他们会选择那些有意思 好玩的不一样的感兴趣的 那仅仅是一种的兴趣 你真的要进到一个友谊的关系里面 那就要有所争选 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因为这个朋友对人 特别是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所以这个我想李牧师说的就是要为孩子在这个友谊的关系上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从国内搬来 那我的女儿是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在把她放在教会学校 在国内很小教会 所以她们都是弟兄姐妹 都真的是长在一起吃在一起 都是非常亲密 所以住的也都是我们门都不关 今天这个孩子跑这跑那一下午 他们都很幸福 可是到了北美突然这个文化就发生变化 那她很渴望可以交到那么亲密的朋友 没有 三年的时间都没有交到 让她觉得很亲密的 就是说她总是对友谊的这种的那种亲密 那种渴求觉得不满足 觉得大家都很好 也很nice 可是都是跟你总是把你放在一个 好像一个无形的一个圈子以外 她深深的感受到这种门 就是这种的隔阂 那她就很孤单 有曾经三年她有朋友 不是说身边没有人 但是她很孤单很孤独 因为她没有那么亲密的朋友 所以那几年我也是真的好好地学了一下这个 帮助孩子建立友谊的功课 那我也就跟她说 其实最开始我就试着帮她 好像很多父母啊 开party啊 开什么开放家庭啊 请朋友来啊 我想这些可能都做过 那我觉得那也还不足以 因为这个朋友是神赐给的礼物 所以我就跟我就说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祷告 就带着我女儿祷告 求神给你一个从她来的朋友 那个朋友呢 是从神来的 你就会在神里得到这个满足 所以她也陪她一起经历 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天生的这种 怎么说神给我们对人际关系 这种渴望是很深刻的 所以孩子们他们从里面就有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啊 这种孤单 Lonely 只有在神里面可以满足 然后你在友谊上 你就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界限 知道怎么跟别人保持一个健康 又友谊的一个友谊的关系 不然的话你知道有时候 你很渴望朋友的时候 对方就很害怕你 就好像你要铺上去 把别人吞进去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你太渴望的时候 对方的感受就是如此 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跟我女儿说 你如果跟神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你跟人有一个好的界限 你可以先成为一个好的朋友 别人才会打开自己跟你更进一步 有时候你就会过犹不及 你越想有 然后别人就越害怕 所以他也是在这几年当中 就慢慢的去学习这个功课 所以也很感恩 后来神就给他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他们五年下来 我们来了五年 那前一段时间他过生日 因为我们华人不太注重这个生日party 我们也很少给他办生日party 又是Covid的这个时候 所以他这个美国的朋友 非常知道他喜欢什么 就是他今年的生日就给他一个surprise 就是说你到我们家来玩 然后他就把开放他的家庭 就给他预备了一个非常 哎呀非常很怎么说 很梦幻的一个生日party 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好朋友 他的三个好朋友 他去的他都惊呆了 因为我们华人很少做这种 很让人surprise的事情 美国人很喜欢 所以他今年他就真的对这个友谊的理解 就一步一步随着他的年龄 这种情感的深刻 他开始真的开始经历了这个非常不一样 所以友谊是真的求神给的是可遇不可求 我想就是在祷告里面求神预备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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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